热线12今日关注 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 十多万元现金被烧毁 共享单车右线乱象 思索共享单车 男子被抓现行摔车撒气 女子身世坎坷流落异乡 网友拍视频帮其群亲 野金公司突发大火 消防紧急救援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主持人王小磊 近日呢 朱建部下发了通知 要求各地的城镇的供热管理部门 在元旦之前要加快解决 当前的供暖突出的问题 重点要解决好 供不好和供不上的突出问题 那么对于还没有落实气源 或者煤改气 气源未到位的区域 不得禁止烧煤取暖 当然了 烧煤取暖的时候 要特别提醒大家 小心煤气中毒 小心引发火灾事故 最近在上海的一处老旧居民楼 就发生了一起事故 这场事故是由电动车充电 导致的火灾 近日 在上海经安区 一处老旧社区深夜两点 二楼一户居民家中突然着起大火 火势一度蔓延 居住在一楼三楼和四楼的居民家中的窗户 都不同程度地烧毁 二楼起火的居民家中更是烧得面目全非 消防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铺救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二楼这户女主人身体 百分之三十被烧伤 电瓶波大 然后起火来 电瓶是哪个 就是电瓶车的电瓶 对 你们电瓶车等于拿下来 电瓶车的电瓶拿下来 到家里充电的 对对对 事后 消防人员对起火原因做了认定 由于二楼居民家中 一个拖线板同时给两个电动车 电瓶充电 导致线路短路起火 据悉 失火这户居民家中 当天放有十多万现金 准备在老家装修房子所用 我妈妈让我说 家里有的现金让我去翻 我就把它翻出来了 因为当时我身份 现金都没有 然后都被那个消防 那个打死掉了嘛 我转出来 然后多在银行来换 按照银行规定 这叠十多万现金 只能兑换其中有效的货币 最后小伙只兑换了 六万多元现金 但小伙心里十分感激 毕竟这能及时 给母亲垫付医药费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其实也要关注一下 电动车充电这事 电动车确实跟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也成为了很多居民 近距离出行的 这个交通工具 但是因为电动车 引发的火灾越来越多 2016年4月2号凌晨 1点55分左右 广西南宁市一栋居民楼 发生火灾 由于这栋居民楼 地处城中村 道路狭窄 消防人员只能从村外 拉水带灭火 消防部门调查得知 这起火灾是电动车充电 不当引发的 事故造成 三人死亡 22人受伤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楼大厅内 停放了几十辆电动车 全部被烧毁 2016年3月上旬 南宁市一栋 18层居民楼 也发生一起 电动车引发大火 致人死亡的事故 从消防提供的 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凌晨3点35分 一辆电动车冒出清烟 4分钟后就有棉火窜出 引燃周边电动车 最后引发大火 据了解 这起火灾过火面积 约140多平方米 66辆电动车被烧毁 现场救出137人 有两人死亡 电动车起火后 为什么会造成 这么严重的后果 消防人员做了一个实验 在一栋废弃的居民楼里 消防人员停放了 4辆电动车 据消防人员介绍 目前市面上 出售的电动车装饰性部件 使用的几乎都是 易燃材料 所以很容易点燃 一旦着火 会迅速产生 有毒有害气体 这会对现场人员 造成极大伤害 这两辆被点燃的电动车 4分钟后 火焰就高达2米多 实验场内的模特人偶 立即开始融化 7分钟后 火焰高达3米 伴随着爆炸声 现场冒起了大量的黑烟 烟入近10米高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气 刚才这镜头 浓烟滚滚 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而且我们下面来看看 这个数据 现在我们社会 这个电动车的 社会保险量 已经超过了两亿辆 那电动车 每年发生火灾的概率 大概在十万分之二 在这中间 有75%的电动车 火灾都是在 充电的时候发生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有三点 格外地要提醒大家注意 就是电动车 引发这个火灾 最重要 最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 长时间充电的问题 一般来讲 一般情况之下 电动车只要充电 八个小时就行了 但是你看到 大多数的人 都是晚上把车开回来 或者是把电池 拿到楼上 或者直接就在楼下 接一个电线 啪一插闪 然后就不管了 那么有数据显示说 超过一半的 电动车的火灾 都是发生在 夜间充电的时候 特别特别提醒大家 充电后 要及时地拔掉电源 或者您就改成白天充电 第二个引发火灾 还有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充电的环境 很多的时候 你会在小区的楼道里面 看着堆放的 各种各样的电动车 如果一旦燃烧的话 那楼道里面 堆放的各种杂物 一下子也就会着起来 那所以消防部委 特别的有明确规定 禁止在疏散的 通道安全的出口 或者楼梯间里 停放电动车 就是这个原因 最后还有一个 是最严重的 就是这个撕接乱搭电线 随便我们经常 可以看到楼下 有个人就从楼上 啪扔下了一根线 然后接一插线盒 就给这个电动车充电 其实这种行为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那还有除了注意 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之外 其实现在进入到冬季 天干雾燥 也本身就是一个 火灾的高发期 发生火灾的几率 也在加大 所以多地的消防部门 也是积极地组织宣传活动 把冬季消防安全 防患于未然 近日重庆江津消防走进小区 开展消防宣传活动 活动中消防人员结合案例 为居民讲解火灾预防 正确使用灭火器 以及如何排查火灾隐患 等方面的知识 提醒大家定期自查隐患 活动中消防人员还组织体验了一次 火灾实景逃生 调动了居民关注消防 参与消防的积极性 为全面推进冬季防火宣传工作 山东烟台福山区公安消防大队 在一售楼处开设了 消防知识宣传站 未将购买高层住宅的市民 科普消防知识 让购房者了解消防安全设备 配备情况 切实做好防范工作 热剑12即将播出 共享单车右线乱象 思索共享单车 男子被抓现行 摔车撒气 女子身世坦可 流落异乡 网友拍视频帮其寻亲 不厌其烦地再次提醒大家 注意交通安全 注意防火的安全 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确实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很大的便利 有人说它解决了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您看看这样的 这样还叫共享单车吗 这给单车上上了锁 这不成了思想单车了吗 而且这种情况 在现实生活当中 还不少见了 近日在四川南冲 一共享单车 越迷人员在路上 询查时 发现单车被损 越迷人员在询问时 与现场多名男子发生争执 一男子还当场将 这辆共享单车怒摔多次 就旁边也是一起 他们一起坐树的 马上就过了 就扔我们的车嘛 迷队上扔 扔了又又惨 那个另外一个人 他不说 晚上到这还打我们的车啊 什么的 就是他们那个负责的 带着那个扔车的 到了一下前 那个扔车的呢 没有 无独有偶 思索共享单车的事情 还发生在北京的通州区 我上思索怎么了 我就上思索了 你们都怎么样 据了解 这两辆共享单车 被上了思索 市民想扫码使用 却被上锁者阻拦 称他们偷车 还叫嚣 上思索怎么了 你们能骑 我们也能骑 这两辆在上思索了 还是在脚脸 上思索怎么了 上思索了 上思索了 叫他的家伙 叫他的家伙 我就上思索了 当时就是我们 商贩回来之后呢 我们找共享单车 要骑 看到那那幻大 有两辆车 然后我们就 刚要是 一送那个车 然后店里的老板 就出来了 送了不扣车 然后我们就开始 跟他产生了争论 现在他能骑 我也能骑啊 到别人家抢车 还有你了你 这是你们的车吗 这是你家的车吗 这是我们家的车 也不是你的车 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了刚才的画面 突然想起来 无知者无畏 那现在我们就来 回答这个问题 刚才他一直喊 叫他来抓我 没错 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如果私家车所 如果你还拒不开锁 那么就真的有可能 会被视为侵占 面临诉讼 除了共享 变思想 乱听乱放 其实也是 共享单车 目前存在的 重要的问题之一 这些乱听乱放的单车 不仅仅是成了 拦路虎 甚至在网上有一个新的词 叫共享单车 坟场 近日 共享单车 坟场 一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它是指 在一些偏僻的 背街小巷 或者空旷场地 停放着大量 没人使用的 共享单车 在南京 陆续出现了 共享单车的坟墓 首先是在南京市 新街口 出现了上千辆 集中堆放的 共享单车 很多车辆明明可以使用 却被藤满遮盖 无人问津 两天后 南京江宁区的一处 提车厂出现了 更壮观的场面 一层一层的 共享单车 堆积如山 各种品牌的 僵尸单车 被丢弃在一起 而这些车辆 大都是因为 围停 被执法人员散透 却没有被运营企业 及时任领 几个月时间 进成了 现在的这种场景 在陕西省 西安市 沙井村 西巴里村 这些城中村 和北街小巷 也可以看到 不少共享单车 被人像垃圾一样 堆在路边的墙角 有的干脆 就和其他生活垃圾 一起堆在了垃圾站 落满了灰尘和污泥 为出行 带来便捷的 共享单车 就这样变成了 站道碍事的 拦路库 在西安市高新区 一个共享单车 维修站点 可以看到 库房里摆放着 上千辆 需要维修的破损车辆 十几位维修工人 正在加班加点维修 像一些车座滑破 太阳能板砸烂的问题 更化零部件就能解决 但是遇到火烧 砖杂 高空坠下的严重损坏 维修工人也无能为力 面对着这些 乱听乱放的问题 其实各地 也出台了一些 积极的方法 你比如说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启动了 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 这个试点什么意思呢 就是使用共享单车的人 如果你把这个车 停在了规定的范围之外 那锁车之后 马上一手机上 会收到一个短信说 您把小黄车 停在了规定区域之外 请下次文明使用小黄车 规范停车 那这个电子围栏呢 停在这个电子围栏 外面的用户 现阶段呢 只是短信的提醒 下一个阶段 可能会采取扣信用分 或者提高租车费用 等等一些个措施 其实除了刚才 我们说到这两个乱项呢 前不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冲钱容易 退钱难 让共享单车呢 一下子也成为了一个 关注的热点 使用共享单车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 第一次你是要 使用的话 你要先注册 然后交押金嘛 但是有些单车呢 还需要先充值之后 你才能使用 但是随着这个 使用共享单车的人数 越来越大 池子越来越大 你就会发现 要想退款 退押金没那么容易 那今年的八月份以来呢 因为押金难退 退款专线无法拨通 有一个共享单车 酷期单车 就遭到了用户 大面积的投诉 引发了关注 那近日呢 中国消费者协会 也是致信酷期公司 说截至12月11号 已经收到了有关 投诉21万人次 据初步调查 酷期公司将大量 消费者充值的押金挪作 它用至今 仍然有数亿元的资金 还没有退还 那对此呢 中国消费者协会 也是提出了一个 强烈的谴责 另外呢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呢 还公开约谈了 膜拜OFO等七家 共享单车的企业 建议他们要尽可能采取 免收押金的方式 来提供自行车 租赁的服务 说了这么多 我们接下来要连线一下 特别评论员张斌 面对这样的市场的乱象 到底这个问题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的方法 应该如何平衡呢 张斌 小蕾你好 确实共享单车 作为共享经济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已经融入 我们这场生活了 共享经济 带来的是全新的理念 当然在它监管上 也就存在一系列问题 刚才我们的一系列小片 展示了一方面 公民的素质 极待提升 就是我们的这种 社会责任感 社会功德意识 是不是能够提升 但这个提升啊 恐怕一朝一夕难以完成 另外就是我们企业 平台责任 你是不是尽到了 比如说你采用没采用 高技术的手段 废弃的单车怎么办 现有的电子围栏怎么设置 然后还有就是 相应的一个管理 还有我们相关的顶层设计 是不是制定到位了 所以把板子 打在任何一方头上 都是不公平的 这几个层面里面 核心问题是什么 汇用到一起 核心问题 两个字 诚信 共享经济 某种意义上 就是诚信经济 就是信用经济 你平台都不退我押金 你凭什么要求我个人 不乱停乱放 所以它是一个 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 之间的关系 只有做好各方面的 这样的工作 形成合力 最终才能让共享单车 真正的与民方便 好 谢谢张铭来跟我们联系 下面我们继续的 关注这个出行 不过今天说的事情呢 下面说的事 是发生在公交车上 在济南 一位女司机啊 在催促一名乘客 交费的时候 却突然间被这名乘客 掐住了脖子 情况非常危险 报警 会不会报警 这惊险刺激的一幕 发生在山东济南 当时女司机说 掐他的男子 和一女孩一同上车 但是上车后 却没有投币 男子投币之后 女司机继续行驶 却没想到男子 会突然冲上来 掐住他的脖子 就在这样拐弯过程中 就直接掐走 就这样痒了 报警 我都报警 白大拿走 他当时在旁边掐我的时候 我闻着应该是有点有味 让人后怕的是 该男子掐女司机时 公交车正在行驶 女司机被掐后 第一时间踩下刹车 才没有酿成事故 随后公交车队报警 警方将对这起事件 进行进一步处理 画面真的是触目惊心 感谢这个女司机 及时的处置 而且刚才那个男士的 那种声音跟手势 确实像恐怖片一样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有些人确实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做出了危险的举动 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危险 监控画面显示 当天下午两点多 由于这位老人 勿将二十元纸币 投进无人售票箱 便一直在公交车 驾驶员身旁进行交涉 希望驾驶员 能尽快给他解决 找零的问题 由于驾驶员没办法 直接给他找出 十九元零钱 只好建议老人 跟他回公交车队找零 我对他说 到车队去解决 然后反正我到了车队 他们就是 车队里面 有人把他送回家的 他说不愿意去 当车辆行驶到 路口转弯时 老人突然强行 拽拉公交车方向盘 车辆失控 撞上马路边的街沿 索性当时并无行人经过 但车上一名女乘客 撞在扶手上受伤 后来经过医院的确诊 该名乘客 三根肋骨骨折 同时这名老人 因为触犯了 我国刑法第114条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现在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 采取了刑制强制措施 2015年7月 贵州省同仁市 一辆公交车上 发生了乘客 抢握司机方向盘的事件 通过车内监控可以看到 当时司机正在驾驶 突然一名乘客 快步走到驾驶室旁 和司机争吵起来 此时司机的注意力 已经被严重干扰 而这名男子 却做出了一个 更加危险的举动 他一把握住了方向盘 试图改变行驶方向 导致车辆失控 撞向了路边行走的 一名女子 道成该名行人多数受伤 后经医院抢救 脱离了生命危险 原来这名乘客 袁某因做过站不能下车 便与司机发生争执 进而抢握方向盘 随后 袁某因事件 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刑事取留 公交车在城市行驶 车速并不算快 发生乘客 抢握方向盘事件时 司机还能紧急控制车辆 但如果类似事情 发生在高速公路上 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2014年 发生在山东蓬莱高速公路上 一辆行驶中的 大壳车内的一幕 监控画面显示 车辆正在正常行驶 这时 坐在客车前排的一名女乘客 跟售票员交流了几句 售票员边说话 边用手指着前面的方向 几秒钟后 女乘客一旁的男子 却突然起身 上前抓住了司机的方向盘 车辆摇晃了起来 几十秒后 车停散了路边 索性司机刹车及时 无人受伤 但是车辆受损严重 警方事后调查 抢方向盘的男子 李某做出如此冲动之举的原因 是妻子内急 想让司机马上停车上厕所 事发当天还在下雨 当时客车上共有27名乘客 据乘客反映 路旁就是一条深沟 一旦发生侧翻 后果不堪设想 李某也被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 连线特议评论员张斌 张斌您好 您好 这些事情确实让我们 感觉到非常的愤怒 比如说乘客这边 我们有什么反思 公交公司这边 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方法 您觉得呢 我们说防范这种情况 一般就是三条 人房计房加新房 所谓人房增强责任心 提高工德意识 计房加强技术手段 比如利用这种监控 来录下这些违法的行为的片段 比如说我们车里面 增加厕所等等一些变民措施 还有一个就是新房 这个新房最难办到 一方面提升个人的这种素质 他有的人 你看里面人就耍魂 他今天抓方向盘 明天他一样抓 那怎么办呢 加强法律严惩 损坏了大客车 造价赔偿 触犯了法律 依法严惩 只有这样才能以停校友 这里面其实我更想 多说一句什么呢 公交车密闭空间 就是一个小社会 你我就像我们的邻居 像我们的街坊 像我们的路人一样 这个时候已经以危险方式 危害公共安全了 如果其他乘客不伸出正义之手 帮司机一把 对不起 下一个受害的可能就是你 谢谢张宾跟我们联系 也希望这些人的心里边 多一些善恋 多一些对生命和安全的敬畏 热线12 稍后继续 热线12即将播出 女子身世坎坷 流落异乡 网友拍视频帮其寻亲 野金公司突发大火 消防紧急救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我们下边说一件 让人很暖心的事情 就是大家伙呢 通过在朋友圈里发帖子 然后帮人寻亲 真的就找到家了 这个事情发生了安徽的除州 一个月之前 一个有好心的网友拍摄的 学生视频在朋友圈里面 传来传去 结果真的就帮助了 离家21年的陈满盈 找到了家 视频中的女子名叫陈满盈 今年49岁 她在视频中 哭诉自己早年被卖到安徽 现在生活窘迫 这是一个湖北网友 在安徽除州出差时所拍摄的视频 从2017年11月18日开始 这段视频在湖南 邵阳当地的微信群朋友圈里 被大量转发 网友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为这位名叫陈满盈的被拐女子 找到她的亲人 我在手机上面看到一个视频 视频的那个就是当事人叫陈满盈 他说的话 他提着有几个关键词 一个是湖南 长沙 绍阳 陈北 再叫那个洪家冲 所以我想 我有一个同事 就是也是一城一府警的 叫刘修中 就是他们 就是我怀疑是他们那个村的 所以我把这个视频 我就转给他了 叫他去确认一下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 要需要他们的亲属 他的爱狗大哥 我求认一下 我就发给了他了 他大狗爱狗 他说是的 是他的妹妹 经过一番寻找 大家终于找到了陈满盈的大哥 他说家里共有兄弟姊妹七个 陈满盈确实在21年前丢失 他们的父母去世前 还挂念着这个丢失的女儿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陈满盈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 都脸是不乱了吗 陈满盈的家人 在知道陈满盈的下落后 决定去安徽接他回来 2017年11月29日 他们在邵阳县警方的帮助下 终于见到了陈满盈 我在那里接的时候 我一接到妹妹 我的眼泪就要下来了 二十年没看到的 看到我的好像很冷疼啊 高兴光啊 学习回国 学习回国 是跟我陈满盈 我非常感谢 拿过谁 他不知道我的福祉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 找不到谁呢 我好喜欢啊 能够和亲人相聚 这是49岁的陈满盈 二十多年的梦想 这一天梦想终于实现了 从安徽到湖南 一千多公里的回家路 陈满盈整整走了二十一年 回家的陈满盈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要给自己重新上户口 他还想找到自己 失散多年的孩子 虽然家乡对于已经离家 二十一年的陈满盈来说 很是陌生 但是能回到家乡亲人的身边 陈满盈实现了多年以来的愿望 陈满盈说 他原本在家乡 有一个很幸福的家 有丈夫 有两个孩子 但是这一切 因为他被人拐卖 而烟消云散 被拐那天发生的事 他记忆犹新 陈满盈说 就这样他被拐到了安徽厨州 先被人以一万元钱的价格 卖给了一个男子做媳妇 但是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 陈满盈无法和这个买主 登记结婚 在他为买主生了两个孩子之后 就被他以四千元钱的价格转卖 虽然没有经过 这也没有生活中 陈满盈的家人寻找了他很多年 一直没有找到 便以为他已经去世 就去派出所注销了他的户籍 而陈满盈原来的丈夫 也带着两个孩子搬走了 21年后陈满盈终于回到家乡 他希望能够重新拥有自己的户籍 并寻找自己的孩子 针对陈满盈的情况 当地警方很是重视 作为公安机关 作为派出所 有责任 有义务 恢复他的复刻 2017年11月30日 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 何博派出所的民警 和苏江村的辅警 一起来到陈满盈的大哥家 找到陈满盈 将那份可以证明他身份的 常住人口登记卡交给了他 看着这份迟来的证件 陈满盈心里五味杂陈 对于他而言 这份简单的礼物 太贵也太沉重了 问及陈满盈 对于将来的打算 他有些茫然 陈满盈说 他留在安徽的两个孩子 并不愿意跟他到家乡落户 但是女儿愿意 给自己出赡养费 等他拿到身份证后 他想找到 他被拐之前所生的那两个孩子 和他们一起在湖南生活 由于陈满盈失踪多年 家里人和他之前 所生的两个孩子 也失去了联系 陈满盈想要再见到 他的孩子并不容易 对于陈满盈将来的生活 他的大哥也认真考虑过 如果政府或者要够方便 或者要没够记住 或者照顾自己的 就要不出家了 首先阿姨看他的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要接受的话 那就好把事了 那就跟着孩子身后了 如果孩子不接受 那么呢 我当姑姑的 但是当女儿子的 也要得照顾他 不能把他捂死了 对不对 目前当地警方 在帮助陈满盈 做好落户的同时 也在帮他寻找 失散多年的两个孩子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如果大家有好的新闻线组 您现在可以通过 平空下方的电子邮箱 来联系我们 或者扫描平空下方的 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条简讯 活动现场 23个公益组织负责人 以公益为主题 进行了主旨演讲 同时活动现场还发布了 由公益时报评选出的 公益记者 公益人物 公益企业 和2017年度 十大公益新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内活动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 十二届人大 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责等 十大公益新闻 入选其中 接下来关注 环卫工人 他们被称作是 城市的美容师 正是他们的辛勤的劳动 我们才能够享受 这么好的 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但是环卫工人 本身的工作性质 和工作的状态 使他们的人生 也随时着面临 安全的问题 最近一段 环卫工人被打的视频 在网上广微流传 被打的环卫工人说 自己在捡垃圾的时候 差点被车撞到 随后与司机发生口诀 事发后 当地警方发布情况通报称 已经初步锁定 打人者的身份 相关调查工作 正在进行中 日前在广西来宾市 一名环卫工人 被飞驰的汽车 撞到在地陷入昏迷 幸亏被巡逻的民警看到 马上呼救救护车 民警在现场 进行了调查取证 并向驾驶员了解 事故的经过 但是驾驶员始终坚称 自己当时车速很慢 民警调取了附近商店的监控 发现这名男子 当时的车速非常快 一瞬间就把环卫工人 给撞飞了 民警把这名男子 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 经检测 该男子属于酒后驾驶 驾驶员这个时候 才向民警承认了 自己的酒驾行为 目前环卫工人 还在医院接受 近一步治疗 此案也在 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其实像刚才那样 伤害环卫工人的人 我想对你们说的是 无论你开什么车 穿什么名牌 你的行为已经出卖了你 你是最无耻 最无知的人 接下来依然是 环卫工人的消息 但是接下来 你会看到的 让我们感受到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当天下午两点多 广西南宁的欧先生 在路过白沙星光路口的时候 看到一位环卫工人 正不断地向过往车辆招手 原来有一位环卫工人 被撞倒在了护栏边上 谁撞的 撞的车辆还不懂 这么伤啊 先先教一下人 先帮 那个伤的 那个清洁工 可能意思也不清楚了 我们过去叫他 他也不说话 只能第一时间 不打120求助 随后 路过的一些汽车司机 也停车过来帮忙 有的拿出了车内的靠垫 靠在受伤的环卫工头下 有的拿出大衣给他盖上 还有的将车停在后面 打开双闪灯 示意后面减速慢行 绕开这里 随后 救护车赶到 将受伤的环卫工 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寒冷的冬季 环卫工人们 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可是 他们不仅要 承受天气的寒冷 经常在午休的时候 没有地方喝一口热水 吃一口热腾腾的午饭 为了让环卫工人们 能够在寒冷的冬天 喝上热开水 吃得上热腾腾的中午饭 能在温暖的空调下歇歇脚 南京专门为环卫工人 设置了爱心驿站 寒冷的季节 让我们每个人 都向环卫工人 献上一份暖心 这一年已经接近尾声了 孙悟年初 总是要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那热腾12也推出了 大型互动话题 记忆2017 新月2018 2017年有什么 是你记忆最深刻的 2018年你有什么 小心愿 有什么小目标 您可以拍摄 三分钟以内的视频 发送到屏幕下方的 邮箱里面 那也可以在栏目的 官方微信的后台 留言给我们 我们要继续来看下一条 接下来您会看到 山西太原 一个疯狂的蠢贼 想赚钱的就赶紧来 这是山西太原 一名男子公布在 微信朋友圈上的 一段视频 哎 不值钱呢 翻看这名男子的 朋友圈可以发现 该男子时不时 就会发上来一些 名烟名酒 甚至豪车的照片 言辞中也不时透露出 这些奢侈品 似乎轻易得来 毫不费力 那么这名男子是谁 这些所谓的奢侈品 又是从何而来呢 这一切还要从 近几天来 太原警方连续接到的 极起报警说起 都是一些高道车辆 这些车辆都停放在路标 也没有人看守 也没有监控 原来 太原警方陆续接到群众报警 称自己停靠在路边的爱车车窗被砸 车内财务被盗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抓捕 这个刘某正是近期在辖区实施 杂车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在刘某的赞助地 民警发现了大量现金和被盗物品 刘某每次作案后 先是挑选自己喜欢的奢侈品留下 剩下的全部换成脏款 除此之外 刘某还经常嚣张地 在朋友圈等社交平台晒钱炫富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于是才有了刚开始的一幕 哎 不值钱哪 在这偷的是哪个车 就是本田跟帕萨特 本田和帕萨特全是在这偷的 来 下来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细节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不久之前一辆客车 在云南西双马南的公路上抛锚了 就在这时候 一头野生的亚洲象竟然出现了 走路走路不上车 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到 这头野像正在靠近路边的客车 此时还有一名驾驶员在客车里 他也用手机记录下了这尖检的一幕 据野像观测人员介绍 这头野像活动路线多变 为确保过往车辆人员安全 当地林业部门组织发明野像监测员 携带无人机等设备 对野像进行实施监测运检 当天下午后证据 监测人员发现了这辆客车 在行驶到野像活动路段是高的 随即对驾驶人进行安全证 但驾驶员只意留在车上 结果碰到了影像 直到当地发展当时 无人机监测显示 也像离开了开车辆 监测人员随即将驾驶员 带离了现场 索性只是车辆受损 没有人员上网 最近广西防城港市的一家公司 传送带起火 当地的消防接警之后 立刻赶到现场实时救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